记者庄汉昌昌邪县台南报道 新市永安宫原本是台江内海三大妈祖之一的天飞公墓炸妈祖 150年前闹烟水与传染病 才牵制新市县职一名永安宫 寓意永远平安 闽南市墓造建筑保存完整 明镇局前专委镇之南与庙方主委镇明堂 荣誉主委谢贤独致力争取烈士及古迹 立委成庭妃18日与李孟燕市长 林庆正议员前往餐香白白 盛赞庙与古色古香 力挺应完整保留 将请文化部文化局文资单位协助认定相关文物古迹 为地方留下活历史 永安宫主任委员郑明堂 荣誉主任委员谢贤独 明镇局前专委郑之南 林庆正议员等人说 永安宫是作有历史厚度的建筑物 判列为市集古迹永久保存 以避免未来沦位被拆命运 或遭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建筑物 造成历史文化的断层 郑之南直出 以前台江内海有鹿尔门妈祖 安平天后宫 木榨天妃寺 天妃寺木榨妈祖原位于现今安定与新市之间的低洼的 木榨港与盐水月经港并称原南县两大港市 京田调当年有条繁荣的双线街 150年前因淹水与传染病 而千村至新市丰华里县指 木榨妈祖跟着签过来 一名为永安宫 民国98年庙方寻跟请台大教授朱宏原搜集资料 田野调查而延续了这段香火 永安宫全庙闽南市木造建筑 做工相当精致 门、墙都可拆卸组装 逢大型庙会活动先拆下 方便神教 人潮进出 庙会结束再组回来 陈廷飞认为这种现今罕见的建筑巧思 十分值得完整保留下来 永安宫不但见证150年发生在当年的淹水事件 更往前300年揭开台江内海的一段风光岁月 如今虽然繁华落尽 但只要永安宫就妙语存在 历史就一幕幕在眼前 置身其中就如同深处历史现场 他一定协助庙方权利争取烈士及古迹 也会拜托中央文化部与市府文化局文资单位 帮忙认定相关文物资料 绝对不能重演古迹被破坏 导致历史文化无法延续的憾事 世界上部有历史文化平 cat